大家好,大家大年初二好 很多个有趣的消息啊,跟大家一一的就到来 首先呢,是这个我们的细胞胞 亲爱的习主席细胞胞,在这个春节前后 喜得另外一个新的绰号 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啊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的,刘白的名字啊 是这个广东人,尤其是广州人,改革开放的前哨啊 广东人,广州人,亲自发明创造 包子弟在中南海听到了以后,表示很高兴 人民很爱他,给他起了一个新绰号,是吧 在中南海表示感谢,决定继续为人民服务 考虑这个,要把这个广东的开放事业进行倒立 中国人不赚钱是不行的,是吧 说这个广东,广州,海口啊,继续开放 因为这个习主席的新绰号实在是太好了啊 是个什么绰号的,大概其实是这么情况啊 说这个广东这边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家在广州的一家人啊 和很多人 这个就过年 吃年夜饭,是吧 大家一起就是看电视,看春节联合晚会 然后看习主席的团拜会 这个什么风景这边多好 说这个 广东这边的习主席呀 做过一次考察,考察广州 说你家里面有一当官的啊,是专门负责这个高级领导的这个接待的啊 是一个嫂嫂 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说这个习主席要来了啊,当委呢就选了几个人 就是 冒充这个人民群众,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习主席考察,是不是 但是呢,这个欢迎习主席的人呢不是一般人,要有知识有文化,长相也好,是不是 完了以后这个 文化水平要高啊,习主席看就高兴啊 说这几个长得花的花一样的女人啊,去欢迎习主席,但是这个水平 好是好,但是还是要培训 说这个几个被选中的人呢,要集中培训一个月 那培训的内容呢,包括这个现场怎么欢呼啊,怎么笑啊 言谈举止,穿什么衣服,都是绝对是 非常严格的啊 包括这个严信举止 这个能够参加这样的培训班,是做梦,这是祖坟冒烟的事情,大家都很激动 很高兴 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加班加点 一个一个的还要考试,培训要合格,合格了以后呢,才能够去见习主席啊,才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所以这个培训的时候,出了一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 就是领导啊,发现广东人啊,这个普通话说的不好 是吧,广东那边说粤语的,普通话说的不好 说这个,喊习主席喊的时候发现呢,有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领导就开会研究,就决定什么呢 就反复告诫啊,你们在欢迎习主席的时候啊 不准用广东话喊习总 说什么叫习总,那是什么呢 说这个中南海的那些个太监呢,都是喊习主席喊习总的 以前呢,叫老大 但是呢,习主席不高兴,感觉到太江湖了,不大好 后来叫博士啊,但是呢,习主席觉得喊他博士呢,觉得心里挂不住 是不是,人家李克强才是博士,他是一假博士,而且他没有文化,他也觉得不大好 最后大家就喊习总 习主席对习总这个词很好,很喜欢 叫习总 说这个广东人喊习总,不能用广州话喊习总 只能用普通话喊 所以一定要记住,但是广州人说话,你想想吧 他都说习惯了,平时都那么说的方言,就像我这些人 说话 一不小心一个我们老家的方言,就从我的嘴巴里冒出来了 是不是反反复复交代啊,只准用普通话喊习总,习总万岁 习总万岁 不准用广州话喊习总 说当时参加培训的人呢 一脸的蒙圈 不知道为什么不准用广东话喊习总 要开除工作,开除党籍,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必须要严格搭标 完了以后呢 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几个被选中的人呢 不会说广州本地话,是广州的本地话 他跟粤语还不大一样 我搞了半天,我才搞明白 有两个广州本地人呢,也在里面 其他的都不是广州本地人 就笑个不停 就问他们笑什么呀 其中有一个人就用普通话 真的不能用广州话喊习总 喊了就等死吧 小心灭九族 是吧 广州本地人呢,于是就开始表演 用广州话喊了几次习总 然后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习总的粤语 广州粤语啊,习总的广州粤语的发音 是杂种的意思 习总,杂种 就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这个 广州的领导啊 领导大功了 说习主席知道这个事情了 喊习总 有人把这个内幕消息啊 去告诉给这个习主席 习主席表示很高兴 就对这帮人呢 做事情考虑的真细致 下面的领导真是 跟习主席想到一块去了 什么东西都是搞得特别的特别的 周到 所以就有一个邪后语就出现了啊 习近平国广州 人人喊习总 如果用粤语说我也不会说 用广州话说我也不会说 大概是习近平国广州人人喊杂种 就这个意思 这个名字真是好啊 杂种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意思呢 说习主席听到有 他并不烦 很震惊了 并不烦 为什么呢 因为习主席现在要搞改革 搞开放 要搞经济 现在据说这个海南岛这边啊 习主席亲自签字了啊 这个以后有40多个自由世界的啊 这个反华的国家的公民去海南岛是不用这个什么签证的 免签 要把海南岛建成一个10个20个香港大的海南岛 搞钱呢 是不是 习主席可开放了 为人民服务 带领中国人民当官发贷斯老婆搞钱 那搞钱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政治上要讲政治 要要要回到红色政权 要这个培养这个红色血液 国内的情况跟国外的情况不一样 国外的要开放 开放开放再开放 要胆子再大一点 不发再大一点 不怕扯淡 最后就形成一个杂种 杂种就是杂交呗 就搞成一个 就是四不像 五不像呗 就是人称杂种 习主席对这个杂种这个词还表示挺好 所以土工国的有些个笑话是很多的啊 就是今天我听过的一个很有趣的 习主席喜得昏明 然后呢 美国之音这边呢 也跟我们学着啊 也挪腻了很多有趣的这个墙内的一些 很搞笑的新闻说 2025年的春节 中国人不愿意回家过年 这是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 说这个农民工年底下跪讨薪 这又是几个意思呢 说为什么对经济形势 是体制内外两重天的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 但是那墙内的那体制内的那就是风景这边都好呢 说这个每一期事件已经被习主席亲自关注亲自抓了啊 被党媒升级为政治事件 说这个阿根廷的囚队不准到北京了啊 接下来两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啊都有可能断交 哎呀 然后就说这个习主席现在治国啊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治国 他就开一个会 就这么搞搞这个事情 然后还说这个有一个33岁的一个炒股的人 因为想习习主席亲自抓抓股市 变现 套现完了以后去国外去 享受自由的生活把钱搞出去 结果呢 正准备出仓的时候 突然接到通知啊 不准他出仓 必须就恩在这里面 所以他的纸面的财富一夜之间呢啊 就变成富的了 那好多好多钱是个很牛逼的人 非常相信习主席搞经济 所以呢一晚上没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光机一下 从这个高楼上就跳下去了 这个今年的年代没过完啊 就跳楼自杀 哎呀 就是这就真的是杂种之国啊 没有一个人好下场 一个杂种之国他能好吗 是不是 这个社会啊 这是极其乱造造的啊 觉得有些事情呢 我们要多琢磨琢磨 千万不要对习主席抱有太多的幻想 虽然我们是说笑话 但是人命关天 一个33岁的人跳楼自杀 无论怎么样啊 在春节的年关前后 跳楼自杀 的的确确是个悲伤的事情 我说过的吧 习主席用两万三千亿 塞到股市里面 把这个证监会的这个主席换了 他一定是让他的国有企业出仓 然后的国有企业有钱花花 绝对不会让你们这帮 私人老板在那里炒股的人赚钱 摁住你不让你动 你有脾气吗 你没脾气 大家优着脸啊 谢谢